字幕志愿者 李宗盈 雲鴦 雲鴦貴小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我們開始上課齁 大家請下起立 走勒 大家請坐 麻煩把手機關機喔 然後上課不講話 這是我的課 吃飽齁 大家都吃飽 笑咪咪 真好 先講個故事好了 我講個故事 在二次世界大戰 德國有戰俘營 德國裡面也有戰俘營 裡面有什麼人 盟軍的嘛 除了猶太人以外 歐洲其他國家的盟軍 跟他們打的 有一部分 後來我跟德國的教授 check 一下 這個戰俘營比較特別 戰俘營當然附近都放這個 security guard 很多那種軍人拿著槍 鶴槍實彈 但這個戰俘營的那個警衛 他鶴槍實彈是在防止什麼 通常是怕那裡的人走出來 但是這個是怕外面的人走進去 很奇怪 這個戰俘營很奇怪 因為德國在二戰的時候 到後來晚期的時候物資很缺乏 但是戰俘營 他又想符合日內網戰爭 戰俘的條例 所以他規定裡面戰俘吃東西 一定每天至少要三餐 外面德國人可能沒有吃到三餐 可是他讓在戰俘裡面的人吃到三餐 所以在裡面工作的德國人 外面沒人吃 在裡面工作至少可以吃到正常的餐數 所以有的人就開始拿東西出來 所以那個警衛的工作變成什麼 防止在裡面工作的德國人偷偷帶食物出來 他就在這個門口這樣檢查 來 你要下班了嘛 對不對 袋子打開 沒有東西走 下一個 袋子打開 沒有 可以出去 抱歉 手機再關一下 我再講一次我不想聽到任何手機的聲音 因為我很容易被打炸 我這個人是很容易被打炸 手機都關機 一律關機 而且會影響到其他人上課的品質 不是嗎 要有一個我們要做民進入的官員 一定特別是高級班 我要求特別嚴重 不可以沒有特殊 要有規矩 OK 然後袋子打開以後 看裡面沒有下一個 可是這裡面有一個朋友 他跟這個警衛 關機 關機 麻煩你 再講一次 我大概第一次上課 碰到這麼多次的 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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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把弄震動的人請關機 再講一次 好 可以喔 我繼續 他檢查帶子裡面 剛才有一個人 他警衛跟警衛從小一直長大 所以這警衛就跟他講說 我跟你做小孩到底在大 我知道你什麼樣 你這個人怎麼可能沒有頭的東西 結果我給你檢查你的袋子裡面 就是空空的 很奇怪耶 你跟我說你到底頭的什麼 我跟他講 我們朋友 我不會說出去 你確定喔 你不講出去我才會講 我說好 你真的要知道我脫什麼嗎 我脫就是袋子 了解嗎 突然嚇一跳 我脫就是袋子 因為你檢查是袋子裡面的東西 裡面沒有東西 我一次次都拿一個新的帆布袋出去 帆布袋我 說那個拿手機有聲音的請你拿出去 好不好 我真的是不想再聽到手機的聲音 這已經太超過了 我真的請你把手機拿出去 在想的那個人請把手機拿出去 這影響上課氣氛太嚴重了 我真的再一次講 請你關機 如果不會的話請旁邊的人幫他關機 我先暫停一下 因為我有點沉重 真的 我們民進府要執政 麻煩每個人 心經病比較暗 這麼怎麼做事情 我們怎麼像一個團隊出去要打仗 不好意思 要接政館 連這件事都做不好是怎麼接 我會歡樂 我還從你裡面挑出事務局的人 事務局我今天才interview interview之後 你們是精英中的精英 是挑出來的人 我以後會派你們到每個單位去 開玩笑 你不要開這個玩笑 這種事情要做得到 我怎麼派出去 我給你們這麼好的教育 把你們整個思想轉換 這個是require 需要你們很concentrate 專心 來上課 這事關我們村的台灣人的未來 你們肩膀上是有責任的 我也有很重大的責任 你們也有很重大的責任 我們做幾回來走 大家一起努力 犯錯沒有關係 大家做幾回幫你的問題解決 旁邊的人幫他把手機關掉 我們從這個基本上課的禮節開始 之後我希望以後也有一種課叫做 禮課 怎麼穿 怎麼吃 怎麼走 怎麼說話 台灣人過去不好好去用教 打到比現在亂七八糟 所以從現在開始 好嗎 我們要有這個志向 我們往這個目標去邁進 好 剛才說到那個 我在講什麼東西 他在 一個警衛他一直在找一個 他已經設定好的東西 他永遠找不到 結果整關 去用 拿走 帆布袋外面賣的也要十五百塊 好的帆布袋也要上千 帆布袋 軍用帆布袋也要好幾百塊 你每天帶一個不少的收入 那個再去買食物不可以 一定要帶食物出去 不用 但是你設定好 我是要找食物的時候 你可能找也找不到 台灣人也是一樣 我們設定好一個東西的時候 但是我們整關幫你拿走 我們說我們就政黨啊 輪替啦 在說話 選舉啊 有的沒有的 結果人整關 你都在他裡面 去玩 這叫什麼 系統內 系統外 你在系統裡面 被人家玩 人家在系統外 掌控你 這個聲音 告訴我 從哪裡來 請旁邊的人告訴我 從哪裡來 只要做這件事情 就好了 那個手機聲音從哪裡來 請把他拿走 可以嗎 手機請麻煩交 來 哪一位工作人員 可以幫忙把他手機拿到 旁邊去放 拿你撥罐好嗎 拿旁邊拿你撥罐就好 當我下課後交還給你 那可不可以 就是關機而已 很簡單 這個做得到 沒關係 只是放旁邊一下 下課就還給你 就是為大家 會影響到其他同學上課 OK 今天主要講 沒有上過我課請舉手一下好不好 還這麼多 OK 請放一下 不好意思 因為這裡面有很多人 上過請舉手 我至少算一下 也很多 請放一下 今天來的人很多 好好好 我要補一些你們沒有聽過 但是 好 現在就可以安靜的 我們好好上課 我至少心裡已經靜下來 今天大概圍繞一個主軸 我一開始已經講系統外 系統內 可能有點太深 但是待會兒我要把它說 來 第一張照片出來 Slide 這個 上過我課 當然就不用 不用回應 這個最近最夯的 對不對 那裡有多少人 那天只不過這樣 這樣幾個禮拜 這樣練出來 十八萬人去看 好 那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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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手機是真的有拿走嗎 還有一次在這裡面 他一直反覆的出現 不管是簡訊還是怎樣 他是一個 一個Period 一個時段裡面就出現 一個時段裡面就出現 這個很巴的 很煩人 好 大家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自己的手機 把手機拿出來放在前面 如果想的話 待會兒麻煩工作人員幫你拿走 這樣就好了 就這麼簡單 因為我講的課 有一個問題 我講的課 需要用腦筋一直想 那你在思考的過程 當一下就是斷掉了 再拉回來 又需要更多的力氣 我的課真的蠻 這個是鴨子 然後 一隻鴨子這樣跑出來 就已經吸引了幾十萬人 一個禮拜下還幾八萬人 很奇怪 鴨子而已 他們是去看什麼 他們去那邊看一隻鴨子嗎 我那時候講過一件事情 有人約我 明天在101大樓見面 我說 會補兩點 明天你邀請你去做什麼 不要跟你說 那我幹嘛去啊 你會覺得很奇怪對不對 我做任何事情 還有目的啊 我去啊 要做什麼 不然你一天一天 走到那裡去 沒有事情 那是幹嘛 一樣嘛 你跑來看鴨子是要看什麼 你要從那邊獲得什麼 你想一想嘛 民進府跟你說一下 這麼多生的道理 久久沒人 人數還是這樣子 人家隨便一隻鴨子 就把你騙到這樣子 這鴨子怎麼來的 有沒有聽到 大家都有聽到 是從哪裡出來 有手機的人麻煩把手機拿出來 因為我真的是 大家都聽到了 所以擁有這隻手機的人 真的有這個責任 要把手機處理一下 我們今天已經花了十分鐘 在處理手機問題 你會不會覺得很浪費 請後面的同心 左邊右邊前面後面 幫忙找出那隻手機在哪裡 然後把它處理掉 因為它已經是 固定的一個時間在出現了 它不是說偶爾出現 不小心誰打來我忘記了 不是 它是反覆的出現 好我繼續講 我不受影響 我們繼續講 但是希望大家忍耐一下 它應該還會再想下一次 然後這鴨子 你既然不曉得看什麼 它就被痛下 你是為了小孩子 說爸爸我要看鴨子 那你帶下去看嗎 它是媒體炒作出來的東西 幫你練 你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事情 其實一點很不大 你看破了之後 下一張 不是 不是這一張 這一張的下一張 你要 在適當的時候出現 破了之後 變蛋黃 是不是 戳破了什麼都沒有 它就是一個裡面充氣的東西 為什麼會變這麼大的事情 它以前是人家 歐洲小孩子洗澡的時候 泡在澡缸裡面玩的鴨子 我跟很多童星講過 因為我重新講一次 任何你家的小東西 你怎麼在上面放大 大對角來看 在冷水 你怎麼吃在冷水 放大18公尺 看有人要來看 絕對一堆有人要來看 但是要來看什麼 現在重點是 看什麼 看了之後是什麼意思 高興快樂 還是怎麼樣 你要得到什麼 好奇什麼 你看完了 你看了 你也不用到現場去看 你在螢幕上就看到了 為什麼還繼續看 為什麼還在看 有什麼看 我看一秒 眼睛一秒就已經過了 已經跑到你腦子裡 為什麼還要在看 為什麼要到現場去看 要花錢去看 為什麼還帶親朋好友去看 為什麼 這就已經講不下去了 講不過去了 我講找理由找不到了 為什麼 For what 來請講 話題 話題 那需要花這麼多錢去討論一個話題 它 話題是什麼樣的話題 我找不到任何意義在存在 在這個裡面 我找不到 我找不到 但是我跟你講 一起去的人都是被媒體操作去的 媒體告訴你這是一個大事情 可是你沒有去思考 陪小孩子去 小孩子喜歡看 怎麼會這麼大的鴨子 來 下一張 但是它是藝術家的作品 你知道嗎 如果剛才那鴨子好看 這是不是更值得去看 從細緻度上 從它的顏色上面 那小朋友這麼小看 你看 這在歐洲 人家的水準是比較高 我們用瘦膏的就像騙的 如果這是一個話題的話 顯然這群人沒有品味 把塑膠的東西當成話題 那如果塑膠壓制可以當話題 任何東西都可以當話題 不是 就是啊 你每天晚上幾點在看那個 那些 talk show 胡說八道 就是把 微不足道的東西當話題 讓你討論 把它當成一件事情 所以你繼續看電視 它就繼續賣廣告 它的錢就繼續賺 所以你們是 媒體這個文化的外圍組織 你是支撐這個媒體的東西 它用垃圾給你 你也成為一個話題 他們家的狗 交給另外一家人的狗 這是什麼話題 你們現在慢慢看我們的媒體 裡面的新聞就是這樣 日文叫什麼那 沒有出席的話題 當成很重要的事情 把重要的事情 當成不是一件事情 顛倒囉 我們是非善惡對錯 全部都倒過來了 把不重要的東西當成重要 把重要當成不重要 跟台灣人 未來前途有關的事情 我們當作不重要 躲開來 對這種沒有出席的話題 當作重要的話題 這不完蛋嗎 做這種事的人 下一張 我再看 你們要幫我解出這個鴨子後面 到底是什麼話題 你們有沒有解法器 看不懂的話 我繼續擺 這是同一個系列的東西 剛才那個鴨子 如果是很 這個是不是更高級 為什麼 因為它後面的那個房子 有點像宮殿 德國的宮殿 然後襯托這個 你會覺得那個價值在 在往上再漲 這是如果鴨子賣一兩百萬 這個要賣千萬上億 可以 如果鴨子賣一百萬 是不是 你們就知道那個價值分別 女生都會買包包 這是LV包包 這是路邊攤什麼 這是在那裡看看 要趕財質品質 你來選東西 這個你會選 但是他們都細出同門 可是你們看不懂 這比較講究 來下一個 它都是花吧 這種狗 剛剛那個兩件作品 比鴨子貴多了 這是上億的作品 這也是上億 上億在賣的 拍賣的作品 待會兒我會跟你講 這也是很荒謬的事情 就是那種氣球狗 然後再下一張 叫做Diamond Hurst 一個英國的藝術家 他就把那個鯊 裝在浮馬林 泡在水裡面 當作藝術品在賣 來下一張 他一年可以內積 不知道我記得2009還幾百億的收入 光是賣藝術品 你那個數字都嚇到 台系電影那麼辛苦 那麼幾萬人在做 引不過這個人 藝術家賣的藝術品 村上龍 日本藝術家 女生的LV包包 它設計有沒有 LV包包變成彩色那個 同一個人 村上龍 這是日本的所謂的宅男文化 裡面做很多玩偶 這邊沒有學靈錢 沒有那種18歲以下 18禁 來下一張 這是什麼 這叫Roy Leckenstein 他在後面這個畫 就是把報紙上面的卡通放大 畫在Museum裡面 再下一張 瑪麗雷文露 Image 在1960年代很風行的一個 然後他把它印出來 當作藝術品在賣 叫Andy Warhol 前陣子還跑來台灣展 賺了很多錢 還有下一張 我在以前早期幾期 有專門在講這個東西 甚至在影片 那這是他們的始祖 老始祖 他做這個東西 還有更始祖 再往前看 這是麥當勞 因為那時候技術比較差 做的也不像 在現在的標準看起來不行 可是當時看起來算是很厲害 來 再剪一張 再下一張 那個衣夾 曬衣夾 對 我剛才講過 你們家什麼東西 拿來放大18公尺都怕死人 然後這個放在廢城 他把曬衣夾 曬衣夾放大 曬衣夾放大 我那時候去這個城市唸書 我還特別長去看 那一張 來 下一張 來 下一張 後面加上這個 那實在是Nothing 就是一個湯匙彎起來 上面一個 都是假的東西 下一張 他不是有一個圖片 然後很多健身 bodybuild 有人找到的話幫我放那一張 OK 你剛才看的那一系列的東西 對你有沒有講 都是第一次看到對不對 這John Campbell's Soup 外國人很喜歡喝湯 他把湯全部 這也是Andy Warhol的作品 來 下一張 來 這是他們十種 為什麼是這樣子 我跟你講 我剛才給你們看 看到現在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東西 就是瀑布藝術 瀑布藝術是什麼 他們都在瀑布藝術的 系統底下的一個東西 瀑布藝術只要做一個statement 就是一個看法 就是告訴你說 放在美術館裡面 那些都是精緻的東西 瀑布藝術它是一個反動組織 它對抗誰 那時候大家都說 Expressionist 表現主義 都掛在美術館裡面 大家都看不到 然後他為了要反動 就是要凸顯這件事情 他們那些藝術家就說 好 那我就找你最廉價 大家都沒辦法 你說的那在美術館那裡 大家都沒辦法 我給你大家都知道的東西 拿出來放到美術館裡面 放到美術館裡面 是不是就變藝術 它等於是一群藝術家 做的反動的組織 叫Against那種所謂的establishment 就是已經成功的成名的作品 他去反諷它 所以他就故意去找每天日常生活 看得到的東西把它放大 就這麼簡單 所以裡面有什麼東西 所以布袋把你打開把它放大 所以冷水把你放大 鴨子給你放大 什麼東西都是一樣 所以你現在看知道了嗎 這是經過幾十年之後 還在做一樣的事情 那個他們叫做什麼 整個活運動的一個主軸 重複被講 60年代的時候講這句話有意義 可是現在2013年了 你還在講同樣的Against這個 在美術館裡面 都已經是這些鴨子之類的東西 你要反抗誰 已經失去反抗的立場 當初是因為有一個抽象表現主義在那邊做 所以你要反抗它 OK 現在不講 這是一個解碼器 我現在講的是一個解碼器 以前你看那些圖片 也賣了不少好幾十億 加起來上百億的作品 給你看完了 結果最後它的意義是什麼 就像我剛才講的 就這麼簡單 這是一個反動 反那個威權 就是它原來已經在美術館裡面 那種高水準的作品 它已經就是一個反抗而已 那到亞洲來是什麼 就是庶民文化 庶民文化就是看漫畫 看漫畫 宅男文化的東西 把你放打就這樣子而已 我現在給你就是一個解碼器 一解之後 前面的圖片全部解開來了 就豁然開朗 對不對 原來就有錢 我們都被他們玩弄 你錢也挑出來了 他也賺到他要的錢 你再洗一下 所以你如果不知道藝術史的人 根本你就不知道是什麼 我跟你講這個鴨子 除了在台灣風行 還在那裡風 香港很風 為什麼香港 香港跟台灣有一個相同之處 叫什麼 都是資源回收層 跟台北 來的都是資源回收人 什麼叫資源回收人 我剛才講 要反抗威權的話 它自己必須要是 已經是什麼 是在下面的 要去反抗那個已經在美術館裡面 外面要進來 對 香港是什麼 它以前被英國殖民 好 抱歉 我跳太快了 因為我還沒講到資源回收這個概念 來 我們再 跳到 跳到 先看鳳梨好了 因為班上 我忘記班上有很多人 沒有上過我第一次的課 鳳梨 所以講鳳梨嘛 鳳梨 我是藝術家 我偶爾收一些學生來上課 然後現在 唯一堂課 就叫學生畫鳳梨 唯一歐來 但是我的課沒那麼簡單 鳳梨要跳躍心思考 你畫完鳳梨 第二個鳳梨要根據第一個去變 變成其他東西都可以 下一章 所以我講很快 所以有一個學生 他算是知父優異兒童 他把剛才那個鳳梨畫成這個樣子 二十分鐘之內完成的作品 我一看了以後嚇了一跳 我不叫大家算 我直接講 他第一個鳳梨是畫這個 很像 因為學琳錢不太會畫 畫成這個樣子 但是OK 就像鳳梨 第二個 他就畫成像太陽 你們知道怎麼看鳳梨變太陽嗎 會不會看 跳躍心思考 從上面往下看 對 正確 他角度換了就變成這個樣子 可是這個他覺得很單調 沒有挑戰性 就換了一個 變成什麼 這像什麼 知道的人就不用講 然後讓第一次上課的人來猜猜看 這像什麼 像時鐘 很好 對 時鐘為什麼看誰要像時鐘 因為上面有數字 對對對 有 1 1到多少 25 到27 為什麼27 學琳錢 學琳錢 學琳錢不只要一天24小時 可能一天大概27 其實你們就像他那種想法 一天為什麼一定26個小時 你有沒有想過嗎 為什麼一天24個小時 不是36個小時 不是40個小時 不是100個小時 以時進位做單位 一分鐘為什麼60秒 一小時為什麼60分鐘 你有沒有想過 沒有想過 為什麼是60 為什麼不是100 對不對 學琳錢沒有這個限制 因為你們已經在系統內 他還沒有進入系統 不是 然後這時鐘為什麼 只有三根嗎 他有一堆 一堆但是他也有他的意思 他想說時鐘真的走 不是只有手機 我們手機是固定不動 他的東西是在動 一直在動 所以有深有錢 可是他畫完這個以後 覺得這個還不夠過癮 像什麼 像吃的東西 他把他當作披薩 畫了一個叉子在這邊 對不對 看起來像披薩 對不對 這時候他停下來 他說老師我要一把尺 我說欸 跟我接一把尺 為什麼要接一把尺 為什麼接一把尺 我說好 那就給你 他就拿尺 我說鳳梨裡面沒有一條線 是在的 就要用笑來畫 鳳梨裡 你畫鳳梨會用到尺來畫鳳梨 那很奇怪對不對 真的用 他就畫成這個 那為什麼變成這個 怎麼看 鳳梨怎麼看會變成 需要用到尺來畫 不能切 鳳梨都是原來那一塊 我告訴你 這麼簡單 先不講這個 他就是這樣滾 鳳梨拿來滾 你剛才不是按照這個 所以他的變換是根據前一個 這個根據前一個 所以那個直線就根據這一個 這個怎麼想 就是把它這樣rotate 滾動以後把它拉出來 所以數字還在上面 一頁一頁在上面 對不對 這樣會看 有些老師說 徐老師你想太多了 這小孩子沒有那個 沒那麼聰明 其實這邊有暗示 你看這是什麼 有車子對不對 車子在 他特別畫車子啊 還有軌跡啊 不是嗎 車子在開動的過程當中 軌跡跑出來 所以這個變成很合理的事情 所以我沒有想太多 後來這個小孩子的發展 也證明我沒有想太多 為什麼 後來變成支付優異兒童 後來到數大數學系 後來出國念研究所 他是托普學那邊很厲害 就一直用數學方式去形容 那些立體的東西怎麼旋轉 這個小孩子厲害 他從三度空間的東西 加上時間 四度 再拉回一度 所以他在不同的系統裡面轉換 很快 這表示什麼 這小孩子還沒有進入我們的教育系統 這小孩子如果趕快同樣一幅畫 送到小學裡 會怎麼樣 丟到一邊去嘛 待那邊 現在不敢打 但是丟到一邊嘛 要不然這美術老師給他摔 什麼東西啊 叫你發碰你 叫我 亂七八糟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小孩子 果然沒錯 我以前跟媽媽說 你怎麼快送出去 果然他進小學之後 他畫鳳梨就很像鳳梨 就很像鳳梨 就很像鳳梨 這樣我要做什麼 就沒有意義了 他的思想就已經被套進去了 進入系統 進入這個教育系統 出不來 對我來講好可惜 本來這麼悠悠自在在不同項度裡面 跑來跑去的一個小孩子 居然被關到那個裡面去思考 對我來講是 很不敢的 你知道嗎 一個有才能的小孩子 被我們的教育弄成這樣 我是覺得很不敢的 其實在座我們都是一樣 我們進入那個罐頭裡面 就是被套在那個系統裡面 我那時候想改的時候 我是個老師 問題出在哪裡 出在老師 雖然教育系統是一個錯誤的系統 但是裡面執行者也是一個問題 講到這個我就要講另外一個故事 因為我以前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我念研究所 我念建築研究 但是我是念painting 藝術 我到學期結束的時候 都要把自己的作品攤開來 前面的藝品家坐在下面 從世界請來的 藝品家會看我們的作品 然後就問你 那你就要替自己的作品辯護 我第一學期去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日本教授站起來 跟我講說 你沒有去過歐洲 我那時候愣住了 你不是要講我的作品 跟我去歐洲有什麼關係 也沒有錯 那個學校的學生全部都去歐洲 只有我沒有 所以有點尷尬 所以趕快輪掉 回家裡 教授會跟媽媽說 日本教授 今天有一個日本教授 今天就跟他 開了一輩子說 你不要去救我阿舟 媽媽聽她說 好這個暑假你回來 我送你去歐洲 所以我 你有沒有覺得奇怪 日本教授怎麼會看你的話 給看錯 待會我就要解答 記得提醒我 他為什麼知道我沒有去歐洲 後來我就回台灣報一個團 團以後參加採購團 那就沒有意義 所以我就找一個 退休國小老師的團 去歐洲 那時候台灣經濟還不錯 我很多人去歐洲 那我就跟那個團 我想這裡面都是退休老師 可能十大畢業 十三畢業 教育水準都很高 而且當過老師就退休 應該很厲害 對這個團應該沒問題 那我就跟著他們去 那我接下去下一張 那我們就去歐洲 歐洲的第一站就到這裡 知道人就不要講 這裡是哪裡 知道人就不要講 第一次上課講 哪裡 上一期有一個學員講的 一個滿有趣的 他說白宮 錯了 不好笑喔 他雖然講錯 可是給我一個inspiration 對白宮就是黑人自己去設計 他是幾百年以後去學他 去做這個設計 真有趣 那個同心謝謝你 拿下一張 那個手機是持續的一直發出聲音來 請四周圍的同心把那個手機抓出來 可不可以移到外面去 好 那沒關係 我繼續講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那個建築 這邊人的高度是這樣的 我先給你看一下這個比例 這個時間是十六十七世紀 四八年盡期 去多久 一百二十年 一百二十年 一百二十年蓋好的房子 先跟你講那個背景 那時候沒有鋼筋水泥 沒有鋼骨結構 那些都走路去踏 這多高 那些人那麼高 走到這裡 就已經一顆了 一顆了 一顆了 就幾棟老館了 那裡鋼筋放在上面鋼筋 我告訴你 現在幾個都三個佔老 三個人高 三個人以上的高 高度 一個鋼筋 那些人就在鋼筋上 鋼好放上去 不在上面鋼 這個鋼筋 這樣鋼不起來 你會 說到華盛頓 這個像不像那個博會大廈 前面像那個獨立紀念碑 好啦 下一張 這從上面往下看 這邊都是在雕塑 往下看 廣場 那是Bernini設計的一個廣場 跟它這個沒有關係 當初是主建築 加上這個東西 看是義大利全片 很漂亮 下一張 這裡面的內裝 這中間有特別一個 彈 那時候也沒有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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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沒有燈 它就叫自然光 下一張 大理石地板 很白 又漂亮 光滑 四百年前 我們現在鋼一個 大賣場的地板 都還在這樣 凹凸不平 那時候是白 下一張 放大一點 這個 你看那個比例 跟那個光線 嚇死人 後面的人是知道手機在哪裡嗎 找不到這個源頭是嗎 好特殊喔 他們紅衣主教在這邊開會 選出下一任的教宗是誰 有沒有看過達恩西密碼 那裡面就追到這裡面 來 下一張 裡面這樣副裡 我告訴你 看到這個的時候 你們正常的反應是什麼 覺得很偉大很莊嚴 對不對 會感受到嘛 結果這時候 後面突然來一句話 說這也沒想到 跟台灣廟一樣 大聲而已 我真的聽不下去 我聽的時候是嚇一跳 嚇一跳 哪有可能講這話 當我在那邊欣賞 在那邊被那種震撼的時候 我居然後面這個 那個叫人騷撻 把一個很高尚的東西 砰 說這沒什麼 這樣 我那時候聽想 天啊 這都是國小老師 都說過高人家 所以我就一直放在心上 果然沒有錯 下一陣到奧塞美術館 奧塞美術館 一開始我進去一看 我就看他那個原作 那些皮卡托塞上的 一看我就停下來一直看 結果這些老師都不見了 我再招一堆 我暫時不管他 兩個小時以後 我在禮品店看到他們 外面有個咖啡店 坐在那邊喝咖啡 我說尋老師 來來來來 你喝咖啡 你喝咖啡 我喝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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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喝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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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買 上面都要印的解釋 最後都很簡單 你知道發生什麼狀況嗎 我說原作放在那裡 你沒看 你要看這個 看這個在台灣就好 台灣的下午茶就好 花那麼多錢 跑來歐洲這邊下午茶 美術館的原作 所以我要去講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的宅男 在網路上看網路美女 真實世界的美女 你不要都接受 真實世界的美女是什麼 會打噴嚏 會流鼻水 每天要洗澡的 而且會變老的 你如果不懂得欣賞這樣的美女的話 怎麼結婚 太太不像以前我結婚的那個就奧子嗎 是這樣子嗎 不是吧 所以我們已經 我們的文化已經讓我們 只能接受假的東西 不能接受真的 所以我剛才說鴨子 你能接受不好的 不能接受好的 看到後的也不曉得是好在哪裡 跟東西糟糕 到聖彼得大教堂那個地方 你可能居然用那麼簡單的話把它解決掉 你這堂來歐洲是在做什麼 所以我那時候我是老師 所以我看到老師發生這種狀況 我就想 完了 我們的女兒好的教育 交給這樣的人去教 晚上就跟我們的女兒去糟糕了 你感到好的才能的女兒 到她手中也都完蛋了 我們把小孩子送給他們 而且我們大部分 我們去努力辛苦上班的時候 把小孩子送到補習班去 糟糕日時又不夠 晚上還給她糟糕了 又花錢叫別人自己的女兒糟糕了 是怎麼回事啊 你的考試考什麼 考怎麼記憶 怎麼很快速把記憶裡面的東西背出來 不是嘛 這就是考試啊 這就是連扣啊 最近我們小朋友 老師打電話給我 說功課不好 我說老師請你不要管他 講他快快樂樂樂就好了 你不關心他 我就是關心他才不讓你管 開玩笑 我怕也怕死 不用補習 不用啊 完全 我的小孩子從來不補習 我心疼啊 我怕他被你教壞掉 教完但他把他變壞掉了 所以我現在在想 我是老師說 我要想一個 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在想幾個原因 其中一個叫capacity 他沒有這個能耐 去理解他所看到的東西 capacity是什麼 capacity叫做能耐 電學叫電容 能夠裝更多電的東西比較貴 裝少一點比較便宜 對不對 capacity 能耐越大越好 對不對 能耐 就是這個老師沒有欣賞 這個前面的藝術品的能耐 capacity 另外一個叫做解碼器 他看到的東西 他沒辦法去解碼 對他來講是亂嘛 我待會講亂嘛 先講capacity capacity已經牽扯到一個語言 語言是什麼 capacity 怎麼樣增加 就好像說滿桌的食物放在那邊 你肚子給我小的怎麼樣吃 吃不下去對不對 唯一的方法是什麼 撐大你的肚子嘛 才吃得下去嘛 因為它有時效性嘛 食物不能放一個月吃完嘛 你當想著要吃的時候 當下要吃下去怎麼樣 你的肚子就要更大嘛 所以你要增加你的capacity 怎麼增加你的capacity 增加你的語彙 語言 先講語言 所以我懂得日語法語德語日語 那個台灣話北京話記 我的世界就比你 只知道一種語言的世界大嘛 因為所有你的資訊 只靠著一種語言去找的嘛 你如果看到日本語的世界 你就 我跟人 你講什麼 那邊的資訊 你就等於排除掉了 語言裡面還都 每個智慧裡面 代表不同意義 像postmodernism是什麼意思 後現代主義是什麼 你如果不曉得這個字 也是沒有用 有些話是在台語裡面 說回回回 你翻成 不能翻任任何一種語言 不曉得你的意思 妙處在哪裡 對吧 就是在不同語言系統裡面 溝通有困難 你的語言增加 語言不光是講話的語言 還有什麼 吃的語言 聽的語言 肢體語言 嗅覺也是一種語言 法國人很懂的 所以他們先香水這一套 這是新的一個語言 聽的語言 各種音樂都能聽 不是只有聽流星歌曲 古典音樂 搖滾 鄉村歌曲 全部都聽 語言還有純聲音的 這些都是 吃也是一個語言 你不會吃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那時候經常講 三千塊的熟成牛肉 到你嘴巴 撲一下一嘴就撲掉了 不要講說你享受三千塊 你是在糟蹋三千塊 不是嗎 你把三千塊糟蹋掉了 很緊張 以前不是 台灣很好奇的時候 紅酒滴滴開了 這幾萬塊 這幾萬塊 我說你糟蹋好幾萬的銅酒 一個晚上 你不會那麼欣賞 你不會欣賞 所以你那一趟 到歐洲去玩 在糟蹋這個女生 花了十幾萬去喝下午茶 家裡都不知道 就糟蹋掉了 台灣人不是要講說 cash value 你們講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 What's the cash value of this 這個東西換成現金 是值多少錢 台灣人最會這樣 不管什麼都要說 這是多少錢 用錢來計算所有的東西 What's the cash value of this 那我告訴你 你這一趟去歐洲 What's the cash value 十通萬 去澳洲十天 你都去喝茶 去購物 你的藝術品全部沒有看到 你跑到歐洲幹什麼 好貴的下午茶 你時間也花掉了 錢也花掉了 你賺不到你要的東西 You're wasting your time 你要浪費你的時間 浪費你的生命 浪費你的金錢 一點都不實際 大家想說自己多聰明 很大聰明 算了嗎 都完了 完了到整個 完了到家當 後代都完了 你繼續替國民黨這個系統 在工作的時候 你連後代都賠上去了 繼續當他的奴隸 現在講capacity 講完了 我再講另外一個東西 剛剛那個教授 看到我的東西 他除了他的能耐比我大 而且還有他會劫我的馬 他看到外頭會劫我的馬 對別人說看不見 但是看不見 不去後面 我們需要一個解碼器 比如說你去日本 買一個CDVD回來 放在家裡的Player 撞下去 怎麼亂嘛 看不見 所以要什麼 跟那個長相講 你幫我改區嘛 所以就變成清楚的畫面 對吧 清楚的畫面 你就看得到訊息 比如說 如果一個日本人在這裡跟你說 說一句你聽不懂 對你來說是亂嘛 那你如果懂日文 你可以解碼 得到訊息 同樣的意思 我們剛才看的那大堆畫像 我給你解碼器 所以你最外口 高級幫我給你不斷的 各種各樣的解碼器 給了解碼器以後 你就看懂各種現象 民政府來解碼器 跟你說不同的解碼器 什麼樣解碼器 法理的解碼器 法理解碼器 就有路由 什麼頂度 現在的政治現象 你的歷史 全部一目瞭然 我看過你們過期的 這個歷史才有夠深 但是在這短時間裡面 回去可以慢慢再review這些東西 讓你看清楚這整個 細節看也清楚 不會再做那種傻事情 讓你從系統裡面跳出來 看有整節 看了整節以後再進去 以後你們是當事務官的人 要有這種眼界 要有這種capacity 要有這種能耐 要有解碼器 解碼器解開的時候 一目瞭然 你就知道該怎麼做下一個動作 我現在先跳到另外一個解碼器 先把這個先講完 來 再下一個 這是Synchep 如果你不懂得歐洲藝術的話 你來看這個也看不到 對不對 就很漂亮 回去了 結束 在造什麼 這裏是什麼東西 它是有訊息的 要不然花那麼多錢 叫米開朗 米開朗 牆壁上畫什麼 你如果不曉得 來 再下一張 你如果不曉得這上面 這些角色 這些圖像 代表什麼意義的話 對你來說沒什麼 就是一個走馬看花 過去了 我去過歐洲 你去 你一點都沒有去過歐洲 你也沒有到過歐洲 因為你不知道 在看什麼東西 在這下面是新約 上面是舊約 聖經的每個章節 來自主要的故事 角色拿出來 你如果知道這個故事 你就懂得到 聖彼得在讓人 看這些藝術品 看什麼 否則你都不知道 對不對 像我要去學藝術史的話 我如果不知道基督 來 下一張 那我跟你講的這個 比如說這邊 這邊有一個 上帝啊 這個是亞當啊 對不對 《創世紀》裡面這個故事 你看這圖 要不然你只是看 喔 會很少生紅 很好看 這樣而已 但是你要真的去享受它 你需要了解更多 好 下一張 就這個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神章裡面放的這個 有誰知道是誰跟誰啊 你告訴我 有上過的課不要講 沒有上過的知不知道 誰跟誰 這裡面是誰跟誰 對啊 瑪利亞 瑪利亞是他 他呢 耶穌 耶穌 耶穌怎麼這樣子 就是 就算你不知道這故事 你怎麼去欣賞這個作品 沒辦法欣賞嘛 對吧 好 大家很多人都告訴我 台灣是什麼 製造業起家 所以對藝術品都看不見 那我現在就降到製造業的觀點 來看這個東西 好不好 製造業怎麼看 一塊大理石 當時沒有黏合的技術 你磕壞就磕壞了 一塊大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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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磕壞就磕壞了 你磕壞就磕壞了 手指都斷了就是要重磕 再打造另外一大理石再重磕 所以他厲害就厲害在這裡對不對 整顆焦頭被磕成這樣 有沒有玄階點啊 技術好的 再深一點 同一塊大理石要刻出人 還有肌肉線條 還有布料啊 這是布啊 這是人啊 這是外人 這是西人啊 活的人 死的人都不一樣啊 同樣一塊大理石 你要多做這個 光做技術層面 這個不得了對不對 厲害嘛 好 那台灣最近不是進入服務業嗎 那我們再講深一點好不好 服務業裡面很重要的一個是媒體嘛 影片嘛 我們不是說很厲害拍電影什麼 那電影裡面他有一個動作 他要賣這個電影的話 他通常都是什麼 給你劇照對不對 劇照然後PO在廣告上面給你看 這電影好看我要跑來看 所以劇照要怎麼選 才吸引到你的目光 一定要找那種關鍵鏡頭 對不對 吸引你來看這部電影 沒錯嘛 那你就要想 什麼是關鍵那個moment 就跟雕塑家一樣 雕塑家我不能雕1000個畫 把它變成動畫 然後你就一個一個雕塑這樣看 不是很傻 他只能雕一個 所以他要選一個關鍵的moment 來告訴你這個故事是什麼 他就好像現在的定格畫面 他要選一個最高潮的那個點 好 那他找到這個點 那為什麼是這個點 那你就需要另外一個解碼器 我剛才已經給你好幾個解碼器 從材料方面進到導演的那個解碼器 我們現在進到另外一個解碼器 你如果不知道基督教故事 你根本不曉得他為什麼是用這個表情 戲裡面你如果表錯型 這個戲看不下去 對不對 半折子豬好看 因為他表情對 在適當的時候 該生氣不生氣 不該生氣 悲傷 動物 他好看就在這裡 所以你定格要定格 他表情最大 好 那請問你 這時候瑪莉亞是什麼表情 哀傷太簡單了 哀傷 為了什麼痛苦 我也是往生 錯了 答案 對了一半 不能講全錯 我待會慢慢講 基督 上個禮拜有個童星跟我講 啊 掉眼淚啊 我說沒有掉眼淚 這裡面沒有眼淚 雄心過頭 無奈 無奈 都有 很多 為什麼無奈 好啊 無奈 為什麼無奈 好 我跟你講 我給你們一個故事 接受哪一個現實 我們都用太多抽象的語言 但是我如果把這解碼器給你 你馬上就解開來了 好不好 我現在給你一個解碼器 你如果不了解基督教 到底是什麼東西的話 你沒辦法解這個藝術作品 給我七分鐘 我講這個基督教是什麼 在座各位 那基督教的不多 知道的請舉手 什麼是基督教 不多 沒有幾個人舉手 我簡單七分鐘講完 我不是牧師 我也不是傳道人 我是藝術家 我唸的是藝術史 所以我一定要有這個解碼器 才能 我是在國外受到藝術教育 所以我一定要知道 我才看得懂這麼多藝術作品 我把同樣的解碼器給你 基督教是什麼 大家都 我跟你講我點題是反面點題比較快 第一個 基督教不是勸人行善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基督教怎麼不是勸人行善 我以為所有的宗教都勸人行善 偏偏不是 基督教主要的核心不是勸人行善 不是啊 那基督教什麼 基督教不是勸你加入一個宗教 奇怪 許老師那怎麼會是這樣子 我不是看很多教育都這樣 都是幫你拿來教育受洗 然後教育教育 不是 你如果以為基督教是這個 那你就錯了 基督教也不是一個精神寄託 我都以為宗教是精神寄託啊 你如果說不是 偏偏就不是 你如果是的話 你又錯失了基督教是什麼 那基督教是什麼 簡單答案就是 救人不死 叫人不會死 人會死 叫你不會死 簡單總和就是這一件事情而已 他說 許老師你以後再開玩笑了 我上個禮拜才參加基督徒的最次禮拜 基督徒不是死掉了 他又有看到基督教的墳場 什麼叫做救人不死 那你要先聽聽看我對死的定義是什麼 什麼東西先講定義 死定義在原文裡面的意思是什麼 separation分開 靈魂跟肉體分開 就是死了 人細了靈魂離開 分開就死了 那還有另外一個死在基督教裡面 分開是哪一種分開 人跟上帝分開 人跟上帝分開 就是說即使你今天是活人 在上帝眼中看來你也是死人 因為你跟他沒有關係 那上帝要救人不是什麼 讓你不分開就好了 就是靈魂再回到肉體 我身體火化燒掉怎麼辦 上帝是創造宇宙萬物主宰 再給你一個身體你再回去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你復活OK 所以基督教講復活 另外一個什麼 重要是什麼 你跟上帝的關係恢復來往 以前是分開嘛 那你要問一個下一個合理 邏輯的下一個問題是什麼 為什麼會分開 對不對 人被造出來就是要死的嘛 那就要問下一個問題 為什麼要分開 那我就講另外幾個概念 第一個 罪 sin 我還不講crime crime是人對人犯罪 我這樣講sins against God 是對神犯罪 那還有一個 我們的上 基督不是 我們剛才上課的時候 要講 對 除了講這個罪 還有另外一個什麼 基督教講的上帝是 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的上帝 還有一個特性叫公義 公義就是對的就 獎賞 錯的就是什麼 懲罰 懲罰的方法是什麼 讓你跟他分開 為什麼 為什麼你讓你跟他分開 因為他神有另外一個本性叫聖結 Holy 聖結跟誤會骯髒不能在一起 所以你一犯罪你就變得骯髒 所以他對你懲罰的方法就是 讓你跟他分開 如果創造宇宙生命的主宰 讓你跟他分開 你跟生命分開你就死了 就是這樣 分開 讓你不 他希望你不要這樣子 OK 我再跳回剛剛講 什麼是罪 罪原文叫什麼 又是一個定義 射箭沒有射中靶心 射箭沒去射到那個人知道的 沒有去射到 射歪掉 射箭沒有射中靶心 罪沒有大小 只有重跟不重 不重的話 百分之九十九 點九九九很接近 也是罪 很糟糕 只有一個點是對的 其他都錯 還有一個概念 很特殊 犯過一次 就等於 不會跑掉了 所以你小時候 我小了 那時候做的事情 錯了 犯過一次 在神裡面沒有時間的 時間是給人的 上帝沒有過去 現在未來 上帝一直在時間以上 這概念很特殊 我講很快 你們回去再review一下看 除了這個以外 所以你犯過 小時候犯過 就等於犯過 犯過之後 上帝對罪 連一點點都不能接受的話 就是分開了 另外一個觀念 耶穌自己講的 他說你心裡面 恨人就是殺人 見了婦女動了眼 就是犯了監獄 那怎麼辦 所有人都是犯罪 誰逃得掉 但是整個基督在講 世人都是罪人 目的只有一個 叫你來得救恩 不是叫你錯 你不對你不對你害了死 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再講另外一個故事 有一個法官 坐在判案 犯人拿過來 這個人偷了麵包 五年徒刑 上次那個電影叫什麼 悲慘世界還是什麼 偷了什麼東西 就被關 上萬牆 然後再關 第二個 殺人 死刑 下一個 判不下去 為什麼 這是你兒子 兒子送來了 這怎麼辦 我是法官 可不可以不判 不行啊 我就變不公正 對不對 那我判下去 說不敢 這是我兒子 怎麼辦 他就卡在中間 叫做dream 就是卡在兩難之間 不知道怎麼辦 我現在只是用人的形容 上帝不是這個樣子 我只用形容 讓你了解 那個關係是什麼 它是卡在兩難之間 最後怎麼樣 要請人保釋 保釋是怎麼樣 可不可以犯人之間互相保釋 然後全部犯人都保掉 不可以 你要無罪的才可以替有罪的保釋 外面的人才進來 把你索金拿出來 對不對 一定要我沒有罪 事實上大家都有罪的時候 那怎麼辦 就法官自己 上帝自己下來 所以耶穌道成肉身來到身上 就是上帝道成肉身來到身上 成為人的樣子 人 付上代謝 所以耶穌來就是要死 是不是 可是死了就死了 他表示他是人 他沒辦法救人 所以他還要復活 所以基督教整個核心是復活 你要毀掉基督教很簡單 耶穌沒有復活就好了 好 現在這不是我要講的 這個是解碼器 好 回來這邊看 這個作品要怎麼選 瑪利亞的心情就出來了 瑪利亞是什麼 耶穌的媽媽 但是她是聖靈感應 她沒有透過人類的性行為 產生的 上帝透過她的身體生出來 所以她沒有什麼 人的原罪 因為不是透過人的性行為 她是聖靈感應 所以她沒有人的原罪 她一輩子就沒有犯罪 所以她替人當人 當作一個無罪的 才可以救贖人類 那不要講太深 講到這個時候 瑪利亞的心情就知道 這個是我生下來的孩子 一方面有母親的感情 一方面她又是我的上帝 我所相信的上帝 我的信仰幾乎就維繫在這個人身上 我等於她要把她救 現在她死了 對不對 她怎麼會死 而且她親眼目睹耶穌定十字架 她的孩子 她最後死掉以後 被她門爐灑人家 放在這個地方 所以她現在在一個很複雜的情況裡面 感情層面 信仰層面 思考層面 所有東西都在那個關鍵點上 她怎麼哭啊 不是單純哭可以解決的事情 不是單純悲傷可以解決的事情 這太複雜了 不是啦 這個情緒太多了 必須只能用一個表情把它表現出來 就是這個樣子 你現在經過我講這麼多之後 再看這表情是不是很合理 就很到位嘛 這就是米開朗結果厲害的地方 也要經濟的關鍵點 表現出這麼複雜的情緒 厲害啊 所以叫藝術家 而且是Master 下一張 一樣Bernini 同樣的意思 我覺得她這個刀工啊 不會輸的米開朗基羅 我不覺得她輸 但是她有幾個錯誤 第一個 好 我先講這個故事 就是基本上希臘神話 一個男生追求一個女生 因為她很漂亮 追追追追到最後 好不容易碰到她那一剎那 女生的手指頭開始變數隻了 沒辦法享受兩個人在一起 這是很悲傷的事情 是 也是人間悲劇 她也描述得很漂亮 這身體也是年輕的肉體 也是很 可是她選的時間不對啊 為什麼 這個故事的關鍵點在哪裡 她還在快樂耶 她如果說要選那個定格 這裡好像還可以再往後演 還是往前演一點 她timing也選得不是很好 但是更重要是什麼 整個故事後面的深度廣度 跟人類一部分而已 剛才米開朗就講的是一個很大 很great的一個story的一個關鍵點 所以剛才那個勝出 如果你是評審的話 不好意思 我就選剛才那個是最大的master 下一張 好啦 暫停我們剛才的藝術室 大家休息一下 這裡是哪裡 同樣在羅馬 它有一個水池 這個水池上面有不同的雕塑 這個跟剛才那個沉重的故事沒有關係 這個叫河神 什麼河 這個地方在羅馬 羅馬那時候是世界政治的中心 它有那個帝國的霸氣 帝國最喜歡做什麼事情 我等一下跟你說 帝國就是我掌控世界 所有的人都沉浮在我手下 所以他把地極的世界 像橫河的神 埃及牛羅河的神 歐洲多瑙河的神 南美洲的神 都給我抓 河神都抓來這邊 你知道河神是什麼意思嗎 以前文化都是沿著河發展的 你把你的河神抓來 就等於你的勢力在我手上 都放在我廣場的水池裡面 這就是帝國的霸氣 下一張 再來 後來法國也成為一個一方之霸 所以法國也很霸氣 他就蓋了一個什麼 大家都知道嗎 沒有人不知道吧 愛菲爾鐵塔 愛菲爾鐵塔 法國人講究到一個地婆 鐵塔分三層差顏色 以後再講 講究到地婆 要講太多了 但是鐵塔幾根腳 四根腳 四根腳 就等於預表 剛剛那個延續 羅馬帝國延續 你不覺得法國人其實也蠻壞的 你知道坐羅浮宮前面那個是什麼 金字塔 他等於是號稱說 我是整個歐洲文化的起源 到現在傳承到我這邊 我再講 下一張 六十年以後 先回到剛才那張 抱歉 回到剛才那張 他有一個重點 他有一個訊息要傳遞什麼 從此以後 帝國不是過去羅馬帝國的定義 我不是在平面上 二度空權我在三度 我拉到一度到天空去 以後長有制空權的人才叫帝國 一準的亞洲其他國家都還在 什麼 攻城略地 跟這個城比大家地比較大塊 對不對 現在沒有他說 沒有自公權的人才是帝國 過幾年以後有汽船飛過 有飛機飛過 再過六十年以後 下一張 阿波羅 十一號 登陸月球 那個什麼 美國 新的帝國起來 新的帝國起來 到月球去 對不對 好 再下一張 這是什麼 2011年發生的事情 1969年到2011年 不過50年 下一個的地方 這叫什麼 好奇號 curiosity 好奇號 全球真小孩子來取名 叫好奇號 登陸哪裡 火星 火星 大家可能對火星沒什麼概念 下一張 那是火星到那邊以後 拍了第一張照片傳回地球 大家要有概念的話 我給你們一個問題 地球到火星的距離 是地球到月球的距離的幾倍 猜猜看 隨便猜 火星應該比較近 沒有 火星比較遠 遠很多 火星比較遠 地球是 月球是地球的衛星 是圍繞地球在繞 火星很很很很 很在下面頂多 到月球很遠對不對 它是到月球距離的 1481倍 1481倍 嚇人喔 這樣你才有概念 才知道人家科技到什麼地步 1480倍 到月球的1480倍距離的照片傳回地球 2011年就到了 你知道嗎 下一張 18多少年的 189幾年的紐約 下一張 1907年的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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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甘苦皆苦啊 大佬啊 帝國啦 這叫做帝國啦 這叫做帝國啦 霸歸你錢的紐約就已經這個樣子 好 我現在給你很多解碼器 現在帝國這個解碼器也是這樣 我再講另外一個故事好了 先暫停一下 因為是高級班 所以我一直丟解碼器 然後待會我們再把故事把它綜合起來 我們再拉回戰爭時代 越戰的時候 越戰什麼 誰跟誰打仗 美國跟越南打仗 美國大兵被抓到越南的俘虜營 很多嘛 那時候Aker虐待 戰戰後 越戰結束之後 他們就回到 有一個大兵 就回到美國的德州 然後拿了一個大帆布袋 裡面裝了鼓鼓的 跑到銀行裡面 放在櫃台 小姐我要存錢 先生請問你要存多少錢 背情版 這個我不能處理 你等一下我找經理 經理就走出來 先生聽說你要存錢 而且存滿多的 對啊我看看 拿起來一看 先生你不要開玩笑 這個是大富翁遊戲裡面的錢 大富翁遊戲的錢 那你知道越戰就說 人家想說你是去笑的 被關在俘虜營太久 他說我沒有跟你開玩笑 這個錢我在俘虜營 真的是可以去買紅酒 真的去買牛排 真的有接受理髮服務 各種Service 我要喝古巴學家馬上就有 要抽的話馬上就有 用這個錢去換 你知道他們 那個俘虜營自己成為一個體系 所以這經理也很聰明 他也不是省油的 他回他一句話說 只可惜你的俘虜營已經關了 如果沒有關的話 我是想用美金 跟你換一點這個錢 進去裡面玩 接受那邊的服務 對不對 這個故事滿深的喔 你們慢慢想 1972年中國改革開放做一樣的事情 本來在開一個開放之前 中國也在印他的人民幣 可是人民幣沒有人要用 你離開中國什麼都沒有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他缺東西要怎麼樣 跟蘇聯做什麼 以物易物 或火車 你要古物還是要什麼東西 我要你的石油互相交換 在邊境裡面換來 以物易物負 對吧 對吧 因為以前他們是一個close 像北韓一樣 像是一個封閉的系統 北韓的錢不能拿出來用 你的錢也不能拿進去用 它是一個封閉的系統 對不對 可是1972年開放以後怎麼樣 他那時候做了一件事情 發覺說 這個文字眼繼續關起來的話 以後裡面的人越來越窮 外面的資本主義越來越有錢 不是嗎 你看到那些資本主義 有車子 人民有享受生活 所以他想 接下去完蛋 我會被滅掉 所以緊張這個 這就像什麼 大風遊戲 外面資本主義在另外一個系統裡面 那你希望加入大風遊戲的話 怎麼樣 你要玩大風的錢 你外面的錢不能拿進去玩 對不對 他一開始先發給你2000塊 對吧 我講的有點複雜 所以 中國決定要改革開放之後 中國裡面有什麼東西外面的人要 沒有東西 你只能圓物料 你做的東西沒人要 所以那時候西方國家 你要加入我們這遊戲很簡單 做我們要的東西 所以我大量資金 技術進去裡面教你 等於送錢給你 你要進來大風遊戲玩 我送錢給你玩 一開始2000塊 等下再開始玩 因為外面錢不算 就像中國的錢不算一樣 你要進來玩 我大量資金給你 尷尬你也要 你就不願意加入我的一份子 沒錯吧 所以中國人不要以為自己突然有錢 是因為他努力得來 不是的 尷尬你 尷尬你尷尬也要 所以他突然累積大量的財富 對不對 因為他大量的市場 那西方對他要的什麼 也是幫你西方市場養大 以後可以繼續 經濟就越來越活絡越大 可是這個中國這個國家 探了幾下應該什麼 照理說 他應該改善人民的生活水準 讓他們知識越來越好 對不對 然後加入整個自由貿易的體系 結果不是 他是繼續前置他人民的思想 對不對 各種思想給你犯罪 繼續鼓吹他民族主義 錢拿來要去買酒油 準備去買酒吧 去買武器 你買武器 如果是要self-defense 自己防衛也就算了 他不是 他是策略性的買武器 要去攻擊 所以你這個人來算大富翁是來冰土 不是真的要來算 對不對 他最糟糕的動作是什麼 跟所有其他國家講說 我們不要再用美金了 我們換其他貨幣 美金以外的貨幣都可以 他就表示什麼 我們這個大富翁的錢不可以算 我換另外一塊錢 他等於是整個盤翻掉 對不對 那他當然一開始挑戰美國 他挑戰誰 挑戰日本 他覺得經濟體 現在比他大 要挑戰他 對不對 他其實 你知道我意思嗎 透過釣魚台 挑戰日本 因為他是老二 他把老二幹掉 在對付老大 所以他思想是不對的 他不是進來這裡面幫助整個系統 更活絡 他是在破壞遊戲規則 包括仿貿 這都不對 這都違反整個自由貿易的 資本主義裡面的遊戲規則 他還是以前過去的民族主義 塞人人民的情緒 到處要打這個 要 expand 擴張他的設立 那這樣子 美國會做什麼動作 我當然會讓 你本來要挑戰老二 我讓你降下去 我讓老二變強 對不對 所以安倍回來了 安倍說日本回來 日本怎麼回來 他跑去哪裡了 表示過去的日本跑掉了 對不對 被什麼限制了 所以他沒在 歐巴馬見面也表示 美日和好了 讓你回來 日本經濟回來了 整個就起來了 你沒辦法回來以後 像是什麼 有備而來 三隻劍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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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所以他整個經濟都起來了 最近包括對美債的持有率 整個都顛倒過來 中國在賣 日本在買 你看整個經濟體 整個shift 因為你這個老三 是不守遊戲規則的老三 我怎麼會讓你做大 所以任何支持中國做大的國家 都要心裡有一個準備 你可不可以容許這樣的國家做大 如果做大之後 世界遊戲規則是什麼 你會看不出來 他叫Barbering Barbering就是野蠻 在資本主義的系統裡面 他叫野蠻人 他是破壞遊戲規則者 所以他會讓日本起來 日本起來一定缺不了什麼 台灣 我講那麼一大圈的解碼器 就要解到說 我們台灣就在這個時間點做這件事情 我們起來 恢復大日本帝國 恢復到這裡 你才可以把過去二戰的時候 日本所有的領土問題都解決 同時這套防線 防堵中國 這個要expansion 他的共產主義 我看他還在骨子裡 還是共產主義 權宜之計 現在先配合你的資本主義 等我做大以後 我再來對付你 這個司馬昭之計 人盡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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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可能 他都把他防堵起來 所以日本阿伯回來 一下子 訪問東南亞國家 跟送菲律賓船 送那個誰 都會走 整個防線都起來了 中國現在要做什麼 所以這個又是一個解碼器 這叫經濟解碼器 在這裡面台灣的角色是什麼 就很重要 台灣現在如果還在中國手中掌控的話 那還得了 有人這樣說 不要說 不會 美軍運回來的 一定回來的 所以你不用懷疑 我那時候有一次的開幕式 我就講 你們看現在現象都清清楚楚 不用懷疑 只是 現在需要做什麼 Be ready 你要準備好你自己 接掌政權 民政府的同心要準備好 你法理要清楚 那時候唯一讓台灣走出來 只有這條路啊 沒有其他路 這是經濟解碼 講到這個我還講一個 叫做生存解碼 我現在一直丟解碼器 因為時間不夠 因為解碼器一直丟 生存解碼 我上次也講過 小孩子小時候 當他生一采 不斷腰 吃媽媽的奶 不斷腰就好 媽媽給它秀 對不對 他對他自己的認知怎麼來的 透過跟媽媽的互動 他被保護嘛 被秀 那被保護的小孩子以後 有自信心 學習力強 以後就越越強 他的存在感就強 對不對 合理嘛 對不對 就越來越強 所以有的人在村子裡面看到 這家好 男的 男孩子高帥 女孩子漂亮 聰明 對不對 他就有存在感 這個家庭就很有強烈存在感 走到哪裡人家不能忽視他的存在 這種 這個只是單位的 個人的強 還有什麼 部落的 以前部落跟部落會打來打去 對不對 為了爭奪 土地資源水源 修帕 修帕說存在感強的部落就會吃掉 存在感弱的 會把你吃掉 你吃掉 你如果沒空吃掉你頭走 這個地就是他的 他就越來越大 部落跟部落結合到最後變成小國 Kindom 像日本就有國 小國 那時候戰國時代 中國也有戰國 歐洲也有各種不同國家打一打去 那國最後 Gabrugwa 變什麼 變聯合國 像United States 不同State加在一起 對不對 像大英國協56個國家 很多國家 你打我一個 我就全部跟你打 那叫做國協 大英國協 很嚇人 你知道意思嗎 那這種以前的部落之間打仗是很殘酷的 我打敗你 我給他全部的人都殺光 但是後來 他們學聰明了 殺光 那土地是誰來種 沒人競爭 我拿一塊土地幹什麼 所以他就把怎麼樣 會把我打的 你們跟聰明的都給你抬了 村的小女人跟小孩子給你留下來 繼續幫我耕作 對不對 我的土地要人養 你賺錢給我 來騎我 對不對 那我們稱這群人叫什麼 叫資源回收人 因為你沒辦法看 台灣過去自治罰就是這樣 台灣人的經營 百財事 都法律的 都給你抬掉 村的不賣 香港就是這樣 英國人給你殖民就是這樣 我不管你 香港怎麼亂都可以 最後總督就把你抽稅 稅抽回來 這樣就好了 這不就解決了嗎 你去努力吧 你去拼你 最後錢給你抽 後來換成中國 收回來怎麼樣 他們主席講什麼 武照跳馬照跑 繼續努力 探集 中央只要把錢一收回來就好了 所以他們香港就是一個資源回收城市 資源回收人有很多特性 不用太多 都去看鴨子 我剛才講到一半 他們都喜歡看鴨子 看不是東西的東西 對他來講是大事情 真正對跟香港有關的事情 他看不懂 了解嗎 看得懂的人都去哪裡 都去加拿大移民 都在英國移民 剩下沒有競爭力的 在社會中下階層 就留在那邊 等到有一天 中國說你們是中國人 唱中國歌 就跳起來 傻瓜 你要走路走走 老的家就是這樣 你本來就是中國的地方 你當然要乖乖的聽中國的話 你現在要看不懂了 可是他腦袋還是停留以前 英國人民自由啊 我要什麼民權 笑死人了 你現在中國的體系裡面 你就按照中國的體系走 誰叫你這樣 台灣人是一樣 我們就像奴隸一樣 資源回收人 可是你當資源回收人 是你自己選的嗎 不是 我們當初父母親沒有幫我 阿公阿嬤沒有決定 是我們戰敗 了解嗎 我們戰敗 戰敗 所以被受到這樣的處置 到60年以後 三代一號 我們為大日本帝國三代在這邊 受戰爭罪的懲罰 把戰爭載 我們的天皇被懸置 好像就頭被砍下來掛在那邊一樣 他不能管我們 那你就像什麼 以前大日本帝國很強 所以美國把你戰爭之後 他會做什麼動作 除了頭砍掉以後 他會毀掉你以前這個系統 大日本帝國以前的系統非常厲害 台灣這邊可以支援日本 日本支援這邊互相支援 所以他破壞你這個系統 所以他叫蘇俄來管島 韓國佔領這邊 他自己佔領歐盡 日本改變新日本國 台灣叫蘇俄一號命令叫他來 他來的目的就是要破壞你這個系統 過去的台灣是有地下水道系統 是很先進的地方 我們還有萬國博覽會 都在台灣發生了 日本裡面大部分的預算 是移到台灣來建設 那時候國外他們還在吵這件事情 想說我們在日本 經濟預算這麼拮据 還要送一大筆的錢來台灣建設 去那麼多漂亮的 台灣帝國大學 台灣帝國大學 對不對 哇 還有各個那個什麼 公賣局上面的局 那個中央銀行 那都很漂亮的建築物 那都要花錢 道路給你建設 每個地方有托兒所 有衛生所都有 鐵路啦 港口啦 那都是日本是來創好的 那是一個帝國的架勢 他來就是要破壞 美國就是把中國人破壞 包括找他人的台灣人 過期你的故事都知道 他怎麼騙 所以你做黑膏那裡 替紅膏那裡做事情 不知道在哪裡 很努力 以為每天就是上班下班 我叫人來這裡上課 沒辦法 明天都送小孩子去上學 我還上班 那我時間 這種人就是把重要的事情當不重要的 把不重要的事情當重要的事情 在關鍵時刻 台灣人還是看不到這件事 但是你們看不到 有啊 你們要受過這件教育 你們很多解碼器 這叫看不到 看有之後 下一步是動作 你在做動作 你response 你回應這個knowledge 你知道的事情 給它回應 回應什麼 My doing something 你來這邊上課 接受更多法理 再影響更多的人 以後來holding這個 讓我們恢復 先講到這邊 還有呢 這是一個解碼器 還有其他的解碼器 我在把台灣人帶出來的時候 有很多困難 其中一個問題 叫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有沒有聽過 斯德哥爾摩什麼 瑞典 斯德哥爾摩對不對 那天很巧 我在講這個 居然我在學校的校園裡面碰到 從瑞典來的人 我說你哪裡來 斯德哥爾摩 我說啊 我知道 斯德哥爾摩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哎呀 我們這個城市出名 就是為了這關東西出名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原因是說 以前在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原因是說 以前在斯德哥爾摩這地方 有一個銀行 發生搶案 搶匪進去 匣子裡面的人子 幾個 警方跟他對峙了好幾天 那幾天裡面人子跟外面界都沒有接觸 結果警方攻堅進去 有把那個犯人抓到 就找那個被綁票 被綁的人子 要他們到法庭去作證 結果到法庭作證的人 不願意作證 反而替他們講話 替綁匪講話 這奇怪 你們不覺得很奇怪嗎 所以後來整個醫學團 就進去研究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結果是這個人裡面的人 發生了所謂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就是愛上了綁你的人 還替他講話 那為什麼會這樣形成 其實在那個時候被綁的過程當中 第一個 他不能跟外界接觸資訊 只有在那裡的事 資源有限 比如說水有限 水啊 食物有限 我按照 我在裡面裡面操作 你就感謝我 我多給你一杯水 你就說謝謝你 他比較喜歡我 對不對 被虐待 我不虐待你變成對你的一種私恩 你懂我意思嗎 你平常被虐待慣了 我不虐待你變成對你的私恩 你還感謝他 所以台灣人真說 中國不跟你打 你打一打 好高興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他為什麼要打我 他憑什麼打我 中國不跟你打 你還要打到我 人家說不要跟你打 他就很開心 你會開心什麼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不要跟你打 你很開心 結果被虐待習慣了 每一天照顫頭打 這天不跟你打 謝謝你 奇怪的台灣人 裡面有站在一個正常角度看成 那個斯德哥摩症候群 現在問題是怎樣 我怎麼幫這裡面的人走出來 台灣人怎麼要從過去這種 愛上他的綁匪的裡面走出來 幾個東西 第一個 Facts 事實 你要讓他看那段時間 外界報導事實給他看 慢慢看 看得到這樣 對不對 我們當然要協談 幫助他 告訴真正的世界是什麼事情 你不能只說 可是對他來講 我的經驗只有在過去那幾天裡面 在綁匪的體系裡面那個經驗 對吧 對 他的認知只有這裡面 就像過去台灣人 對於世界的認識 透過國民黨的交友 他把所有的資訊封鎖 以前 Time Magazine Newsweek 只要講到 中國都是塗黑的 你知道嗎 可能在座各位 比較年輕不知道 以前都是 都是封鎖新聞 你要出國的話 還先到劍談授訓 先給你助俠 預防針 讓你出去不會辯解 都是這樣子 以前都給你思想教育 所以你到最後想說 這才是對的 出去所有的都 那是假的 那是假的 你民進府騙人的 他已經沒有分辨是非對錯的能力 還有另外一個狀況是什麼 我們是把它從系統內 抓到系統外 我剛才不是跟你講系統這件事情 當你在系統裡面思考的時候 你絕對調不出來 你覺得在那個系統裡面想 看他該水所有事情 也都在系統裡面 這個系統他用很多方法 除了他跟你不同的 錯誤的歷史解釋權以外 他還給你語言 你現在講中文 我們新的一代只會講中文 你的思考 他當初進來台灣的時候 做一件事情 講台語要罰 為什麼 他就把你從你的系統裡面 拉到他的系統 突然之間 過去很高學歷的人 敢說台語就沒有頭路了 你突然在他的 你說台灣人說話韓文 抱歉 這是因為講 那是說你的北京去我韓文 不然你會用台語來翻看 我們來講看 馬上避餓韓 所以他把你的系統 換到他的系統 你已經完蛋了 你已經手腳都被斷了 你還要跟他打什麼架 不可能打 現在是幫助台灣人 有這些系統裡面跳出來 什麼跳出來 發力 告訴你真正比較大的範圍的發力 放諸四海皆準的發力 所以幫助他出了一個什麼 發力外還有一個是 Scientific 當然一個只有Document Historic 就是台灣民政府的敘述裡面 所支撐的基礎只有一個 就是歷史上的文件 你沒辦法改 這是事實 我只不過把事實拿出來 你有什麼好講的 除非你提出新的市政 我們才有新的結果 否則以目前的市政來講 台灣就是這個地位 屬於天皇 美國佔有 而且我們要恢復這個正常 所以要台灣地位正常化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我們擁有的是什麼 我們當時去告美國也是用這筆的 你告我騙 我把歷史上的Document拿出來 攤開來在法院裡面 法院沒有在講感情 我跟你講 政治操作都是來搞迷糊 因為搞混水就可以摸魚 但是法律是把你澄清的 證據是讓你看更清楚的 但是政治手段手腕是要模糊 模糊的目的是什麼 我怎麼跟你吃跟你打 政治手段是模糊的 讓你黑龍制度 讓你搞不清楚方向 但是法律是讓你釐清方向 所以為什麼講說法理 台灣法理 是唯一淘白台灣人的一條路 為什麼我們只堅持這樣 我們不用其他語言 我們剛才講語言不同 系統不同 你再跟我講政治語言 民進洞一種 嘿 講到這個 民進洞最近不是寫片文章給民進洞嗎 透過他們網頁寫什麼 我有謝長廷 我有彭明明 我有這個人五百萬的票 怎麼 不好意思 你們找錯對象了 你們是中華民國體系的政黨 我們不是政黨 我們是政府 你如果要講應該跟誰講 跟國民黨講 因為它是你的組織 它把你創立出來的 你國民黨要跟誰講 你要跟美國AIT講 因為那是你的組織 你今天留在這邊是因為那個台灣關係法 但是我們上面是什麼 台灣民政府 上面是什麼 美國軍事政府 不同體系啊 你早來跟我談什麼 你中華民國體系下的一個政黨 跑來說要跟民政府講什麼 看給你奶 沒有關係 你不要拿那個什麼 下司對上司 我怎麼不跟你講 你跟我沒有關係 講什麼 你的籌碼在我眼中看出來 不是籌碼 我有五百萬票 那又怎麼樣 那是你們騙出來的 那在國民黨選舉系統裡面的東西 在我們的談判桌上面 你這不是籌碼 刷掉 你們回去可以看官網上面那篇文章 我們的權力的來源是什麼 美國軍政府 我們不是一個政黨政團 在跟你講一個理想 叫你們去追求 不是 從上而下 我們是下命令 你們去執行 美國軍政府給我們命令 我們執行占領者的意志 我們把它做出來 我們去執行 你不能執行怎麼樣 換掉 你不能照我們占領者的意志去執行 什麼 換掉 4月幾號他們宣布台獨在挖村DC 換掉 是誰換誰 是他們換我們嗎 還是我們換他 當然是他們被換掉 為什麼 美國軍政府所設立的 就這麼簡單 你就看就很清楚 就不會被它混淆 大家去執行 我們騙 那邊走上去的人 塞人 事情多明顯 你要有判斷能力 我時間差不多 最後做一個簡單的結尾 今天上了這麼多課 對大家來講 其實很多的解碼器 到時候可以隨時運用 以後高級班之後 你就去高級公務員 到不同的單位 執行任務 但是我們派你去不同地方 那個單位可能你不熟悉 人比你多 但是你唯一跟他們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你們知道法理 這就是你唯一的價值 最重要的價值就在這邊 你知道什麼是對錯是非 什麼是法理 可以判斷 你專業可能輸給人家 但是你一旦去 你就要執行這件事情 就執行美國軍政府的命令 不怕那些人吃掉 所以你法理一定要弄清楚 台灣到底是什麼地位 我到底是誰 我來這邊做什麼 台灣人要搞清楚 台灣人是誰 現在在哪裡 要做什麼 要往哪裡走 抓得清清楚楚 我現在講很多 接下去就是什麼 接下去你們去不同的單位 你們也遇到一個困難 剛才是解藏嗎 不是這樣子 所以要等一下 現在盡量跟你是這位的人講 以後你去那個單位 你是一個team 你才有告訴人 後來一個人去 都搞不清楚法理 解藏 事沒有錯到時候會給你全力 你可以去執行 但久了你也會累 所以你要有好朋友跟你一起 你自己平常自信的 可以談的 了解的事情 頭腦清楚的 邏輯清楚的 趕快跟他講 跟他分享 同時透過跟他講 你自己也把法理論清楚了 當你可以跟人家講的時候 表示你頭腦也清楚 因為他會問你問題 你怎麼回答 你會回答 表示你頭腦已經想過 也清楚了解 就不會再錯 而且更好的是什麼 這不是一個謊言 所以你不需要勉強 他只是一個很follow邏輯 發展的一個法理 對不對 這不需要去邊境 你只是把一個合理的事情 記下來而已 That's all 把歷史上的事實 data 記下來 就這樣 然後告訴人家 沒叫你去編故事 其他的政黨 我們以後要讓台灣怎麼樣 走哪一條路 沒有這個人怕去抓 民進化不用啊 我們生也很小 我們也沒有錢啊 你光講法理 就已經走到這個樣子 時間要到 我今天會講到這裡 好 那我們就下課